縣長許舒華心念從水里國小升上水里國中 我總統教育獎的特教生黃偉俊 特別見到班上觀客 看到黃偉俊 挑著鐵琴帶領同學高唱 夜旦歌曲 歡迎許縣長等人 許縣長笑得合不龍嘴 許縣長說 黃偉俊出身清寒 卻能保持非常積極上進心態 不論在課業 或在體育上 成績都非常有益 尤其在111年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中 奪得特奧輪協 競賽竭力組第一名 也榮獲2023年總統教育獎 5月 縣長當面頒獎鼓勵之後 也結合熱心公益的企業好友 共同募集了17萬餘元 要讓黃偉俊升學期間 不必擔心錢的問題 如今看到黃偉俊精心手持的禮物 以及切心話語 實在很感動 今年我們總共南投縣有兩位得到總統教育獎的孩子 畢竟是由爸爸來帶大 爸爸應該也都是做一些的零工 還有一個阿嬤在帶著 所以經濟的條件比較是辛苦一點 我特別的找一些的朋友來關心他 未來希望他 資助他在從國中高中 甚至到大學都有一個經費上的協助 發花的每個月的一些的營養金 還有他的文具費用等等 那三年的費用也一次就會到學校這邊來了 今天特別來看網球的網球場的建制 那也特別來看看他 給我一個驚喜 送了他自己親手做的這個小卡片 跟他的這個文具的文具盒 那我覺得這些的孩子在成長階段 條件生活都很不容易 但是非常的用心在學習 那當然特教生需要老師跟校長更加的用心 那所以我們對於特教生的各種的教育環境 我們會也會投入更多的資源來培育這些的孩子 那所以收到禮物呢 看到孩子把很多人對他的關心也放在心裡面 然後轉換成卡片 而且是親手做的 很感動 議員陳淑慧表示 黃偉俊同學優異的表現 值得其他同學來學習 他也期許黃偉俊愈勇 再接再厲 邁向更美好人生 在現場呢 整個在探望我們黃星同學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發覺到我們許現場是一個非常富有感情 以及對於我們南投縣的這些子弟呢 更以給很大很大的這個關心 當然呢身為民意代表的 淑慧呢 我會更為敬意的為教育的整個環境 還有教育的這個教材呢 來爭取經費 許縣長說 黃偉俊在體育上成績非常亮眼 明年在南投舉辦的113年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將邀請黃偉俊同學擔任全國身上運動會代言人 讓他在全國參賽者面前表演其最擅長的直排輪跡 記者陳時期 水里香 採訪報導 大石水里香 他在卡車以來是對待人生等 北斗 谢谢观看